主内平安 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圣人的故事 向他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12月3日 圣方济沙物略 斯多 传教主宝 Saint Francis Xavier 圣方济沙物略出生于1506年 原籍西班牙 1528年 方济于法国巴黎大学 靠获哲学硕士学位后 担任讲师 当时 他在巴黎 与比他年长15岁的同乡 伊纳爵罗耀拉 合租房子住 这位同乡 常给方济引用一句圣经的话语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逐渐地 让方济在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下 决定献身是主 1534年 教宗保禄三世 正式批准成立耶稣会 命罗耀拉成为第一任会长 方济则受命加入耶稣会的 首批传教士之列 1541年 他跟随 洛德里省父 一起开辟东方航海路线去传教 经过了13个月的艰辛旅程 方济终于在1542年 抵达印度的国阿 方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入乡随俗 他一面尽力地做扶船工作 一面劝勉冷淡教友悔改 由于他的态度恳切 许多罪人都被感动 方济在印度德干半岛东南沿海渔村 给成千上万人复习 方济也到马六甲全力传扬福音 随后又到日本去传教 当他离开日本时 日本已有数千名教友 可是当方济想去中国传教时 却面对重重困难 因为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552年 他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葡萄牙使团 参见明朝皇帝 但五月底 使团在马六甲被长官扣留 于是他决心独自前往中国 1552年8月底 他把距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作为基地 计划偷渡入境 但是答应帮助他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 迟迟不来 12月3日 方济因瘧疾病逝于岛上 年仅46岁 他在远东传教共11年 方济的遗体 于1554年 才被安葬在印度的国阿 1662年 被教会列为圣人 他的墓地 也成为教友们的朝圣圣地 马六甲 澳门圣若瑟修院和罗马 都珍藏着圣方济沙物略的遗毒 新加坡的大修院 也以圣方济沙物略命名 谢谢您的聆听 愿上主祝福您平安喜乐